我们很冷静看看 整个教育现况 美国影响了多少国家的教育方向 可是美国的教育部长说 他的教育彻底失败 居然那么多人跟在他后面 不是很危险吗 而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了 西方比我们强的是他的机器这方面的 他的整个政治教育种种都要跟我们中国学 奇怪了 这句话这么重要 怎么很少人提起来 反而是什么 全盘西化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我们连教育都学西方功利的教育 结果我们的下一代 坦白讲 流的是中华民族的血 思想呢 思想是什么 功利 美国的幼儿园就开始交竞争 这个是他们大学里面的教授讲的 幼儿园就交竞争 竞争再提升 变什么 斗争 斗争再提升 变战争 战争再提升 那麻烦了 现在都是盒子武器 还得了 这是一条死路 其实你看 现在全世界很多冲突的地方 一触即发 那个盒子 但真按下去 全球都受影响 在这一种死路 那么多钟 这一种死路 就会有所在的 死路 最后来 这一种死路 是 在这一种死路 就会有什么 对